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我是飛機師仲坤貞 今天是4月1號星期 以現在時間是早上8點30分 祝福大家 本週都能夠操作順利大賺 好 但在這禮拜的台股 只有三個交易日 這三個交易日 主要還是提前去布局 屬於第二季的一些 新的主流跟新題材 因為說以這三天來講 其實說沒有什麼 太重大的經濟數據 對於台股來講 也沒有說比較重要的法說會 或是一些重要的事件 所以以這禮拜來講 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可能說三大重點 需要去做留意 還有就是說 已經進入了第二季 在整個第二季 該怎麼去選股 還有我告訴大家 其實在第二季 有一項風險 在整個第二季 台股可能會出現 比較大幅度的拉回來 這個風險什麼時候會發生 等一下也會告訴大家 所以就是說其實說整個第二季 指數預計還是會持續非常的強勢 只是說其中的風險 還是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說可能說進入了第二季 那會有一些降息升息的問題 導致台股可能會出現 也不是說反轉 但是就會出現比較大幅的拉回來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說在上禮拜 上禮拜的道琼跟美股是修飾 所以其實也沒有說太大的變化 現在的日經也是小幅度的震盪 是現在的 現在時間是一樣是8點半 8點半的日經是稍微的開高走低 整體其實就是我們所講的 持續在高檔橫盤整理 包含像東正也是 開高走低持續震盪 還有像是韓中 以韓國股市來講也是一樣 稍微的平盤附近小幅度的震盪 就是說都沒有太大變化 那預計今天的台股也會是一樣 就是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那主要就是一些低位階股票 開始去做補漲 好那我們直接看一下 我就說在這禮拜 這禮拜還是要去留意說 新台幣何時會轉強 因為就像我會是跟大家說 新台幣這次的貶值 它不是因為什麼升息 它不是因為自己本身的問題 而是國際資金的問題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你去看喔 新台幣 很多人會說 央行台灣央行不是已經升息了半碼 怎麼新台幣還是這麼弱勢 相對都還是比較弱勢 一直在貶值 其實這就是我們在上禮拜所講的 你去看 其實以這次的台股來講算是非常強勢 你看新台幣這樣子 大幅的向上貶值 但是加權指數幾乎是沒有受影響 因為如果是以一個正常的情況來講 新台幣跟加權指數 它應該要呈現反向 只要說新台幣貶值 台股可能說 下跌的幅度跟壓力 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就像我跟大家說 你去看 新台幣這麼的弱勢 就是說新台幣一直在貶值 台股卻幾乎是不為所動 這就代表說 只要新台幣開始升值 台股的走勢就會非常的強 尤其是像是OTC 因為說 以加權指數來講 它是持續在創高 那像是OTC 它反而相對是比較弱勢一點點 它就有機會向上去做補漲 所以我告訴大家 其實說 就是在這禮拜的第一個重點 去留意新台幣 因為新台幣的貶值 沒有對台股造成壓力 只要新台幣開始升值 台股就會很強 因為這個邏輯 就是我們上禮拜所講的 因為說瑞士在上禮拜 它有去降息 瑞士降息 美元指數就會升值 美元指數升值 它就會壓抑到亞幣 這部分壓抑到亞幣 它是屬於外資被動式的調整 就是說 因為畢竟美元升值 它需要把比較大量的資金 轉到美元這邊 所以這是屬於被動式的調整 只要被動式的調整結束 台股的空間就會很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去看一下 就是大家非常關心的00940的掛牌 今天4月1號掛牌 其實說掛牌掛上去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00940掛牌掛上去 這就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也沒有什麼吃豆腐不吃豆腐 你說今天會不會破發 我這樣說好了 假設說你是要長期持有的 今天不管破不破發 都可以去買進 很多人說我之前認很多 如果說今天跌破發行價怎麼辦 既然是長期持有的 跌破10塊錢 這可以去加碼 不用擔心 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其實說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去買ETF本來就是看長線 看了一個穩定度 所以基本上不會有太大影響 那你說它裡面成分股有哪些可以買 這就是回到我們所講的 其實說 你要去看裡面的成分股 你就不要把它當成成分股 我們把它當成是獨立的股票 如果說你會買這一檔 或者說這檔股票展望怎麼樣 本來就會 它本來就不錯 本來就會漲的話 就可以去買 就是說 你說裡面成分股有哪些可以買 我們就回歸到基本面 跟它的一些未來的獲利狀況 就是不要把它當成成成分股來看 這樣你就會知道到底能不能買 所以這部分可以去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軍工也是 我們上禮拜所講的 就是說因為說在這禮拜 可能說比較多的經濟數據 還有像是一些法說會 都沒有太重要的數據要出來 所以可能會面臨到一些 稍微的財報跟一些題材空窗期 那就像我們上禮拜五 跟大家講的 只要說市場上遇到題材空窗期 資金就會轉移到既有的題材 那所謂既有的題材 就是政策概念股 包含說軍工 風電 重電 這些都算是 那如果說以現在的 以位階來看 還是比較看好 軍工的無人機系列 這部分就可以持續做留意 那我們這樣再繼續來看 那你說整個第二季怎麼去選股 其實第一季算是非常非常的不錯 就整個以第一季來講 第一季算是幾乎都沒有出現 比較大幅度的拉回 但是第二季 就可能會有一點點的風險 來 我帶大家來看 第二季的全新主流 一定是第一季沒有漲到 我跟大家說 其實說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第一季沒有漲到 它在第二季 空間才會大 那反觀想說 第一季已經大漲了股票 其實就算它是好股票 它也會壓縮到 第一季的一些 它也會壓縮到第二季的一些空間 所以其實說我上禮拜 我跟大家說 在即將進入第一季的季底 即將進入第二季的這個交接點 盤面變化很重要 因為說有一些法人 他會提前去佈局 屬於第二季的新標股 所以盤面的變化很重要 你去看上禮拜 上禮拜都強什麼 強未接低的 強在第一季沒有漲到的 是不是 你去看上禮拜五就好 上禮拜五算是第一季的最後一天 那第一季的最後一天 它相對來講 就會比較重要一點 你去看 這裡 包含像是3661的世新 有沒有 跌升向上反彈 6643的M31 上禮拜五突然一根漲停板 包含像是創意也是 但是跌升之後向上反彈 那你去看 我們以切到月線的格局來看 有沒有 以整個第一季來講 幾乎都沒有漲到 這種在第二季反而空間就會大 包含像世新也是 有沒有 第一季幾乎都沒有漲到 等於是說 它沒有去壓縮到它第二季的空間 這種股票補漲的空間 一定會優於其他的 像是說我再舉個例子 以齊鴻來講 這是月K 月K線 齊鴻的月K已經連拉三根的長紅K 那月K這個週期本來就比較大 月K拉出三根長紅K 整個第二季要再繼續拉 難度就會比較高 所以像是說 3324的雙紅 齊鴻 這種第一季大漲過的股票 第二季可能說它的 在大漲的機率就會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這就不是我們的選股方向 再來看 包含像是 本一比在15倍以下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其實說 指數在2萬點 那它就會有一個邏輯 就是市場資金 它會一直朝向位階低的股票上面 就是說像是說鴻海 和索 全部都大漲上來了 它已經從低位階變成高位階 那這個時候市場資金 它自然會再去尋找位階又再更低的 下去做買進 所以我跟大家說 以整個第二季的主流股來講 一定會符合兩個重點 第一叫做第一季沒有漲過 第二季叫做本一比在15倍以下 本一比在15倍以下 也就像我跟大家強調的 這裡 來你去看 這張圖嘛 有沒有 台股現在是2萬點上下 那2萬點上下本一比大概是22到23倍 22到23倍 是台股現在的位階 那你要去買它還有空間的 一定是買位階比台股低的嘛 沒有錯嘛 所以基本上第二季會漲的一樣 本一比15倍以下 它的位階就相當於台股還在15000點 這種才會有空間 這部分就要去做留意一下 因為你去看 每個季度的最後一週或是說最後一天 整個市場的氛圍 它就會突顯出下一季要漲什麼 那你看喔 本一比15倍以下的 是不是上禮拜最強的股票 包含紅海 包含漲停板的連貌 包含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上銀 雅德克 還有華漢 是不是 全部本一比都在15倍以下喔 所以這就突顯出 其實說第二季 市場資金一樣會找尋一些位階比較低的 股票下去做買進 所以你如果說不知道第二季有哪些新主流 我們都選出來了 上禮拜我們已經提前開始去做佈局 你可以先加入我們的Lite 我現在右下角的ID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你直接拿起手機掃描 用手機相機掃描就可以直接加入 這三天 就利用這三天的時間 我帶你來買第二季全新的表股 好那最後一點 這很重要 第二季的風險 這很重要喔 第二季的風險就在於說 第二季的季底如果降息不如預期 如果降息不如預期喔 指數就可能會出現比較大幅度的反轉 這需要下去做留意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這張圖 有沒有 2024年的台股叫做成長型 成長型多頭 成長型多頭我們就要去看 企業的獲利 什麼時候會停止成長 如果說聯準會降息的幅度不如市場預期 它就可能會壓抑到企業獲利的成長 所以如果因為說第二季的季底 已經接近了6月份 如果說降息幅度不如市場預期的話 那有可能台股會出現比較大幅度的拉回跟修正 也不是說會反轉 但是就是會出現修正 因為這個邏輯是這樣 其實說在這個時間點 市場資金它都已經把降息的預期心理 全部都考量進去 現在市場都是預期說會降三次 會降三碼 如果說已經把這個降三碼 反映到股價上面 如果最後到6月份 可能沒有降到三碼 那是不是股價就會修正 所以這一點就要去做留意 不過這也是在第二季季底的事 因為說第二季季底越來越接近6月份 市場就會知道 整個聯準會降息的意願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去做判斷 所以這部分很重要 大家也可以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就是說在整個第二季的風險 最大的風險 就在於如果降息不如預期 那就可能會出現 可能說800到1000點左右的拉回 不過其實你去看 我這樣說就算就算 大盤拉回1000點 其實也還好 現在2萬點 2萬點大盤才拉回1000點 這其實也是可以接受 就是說拉回來不過也就是19000點 位階還是很高 它的整體還是非常強勢 所以我覺得說在第二季 就朝這個方向去做操作 那也不用現在就很擔心說 如果說台股降息不如預期 那會出現拉回怎麼辦 這是第二季 至少是第二季 最後一個月的事了 也就大概是6月份 可能說5月底進入6月份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去做留意 那有任何風吹草動 都會跟大家去做分析 大家可以去看我們的Light 所以我們這樣來看一下 包含說一些個股都是 你去看 有沒有紅海上禮拜 相對強勢吧 是不是 上禮拜的紅海 再創下16年來的新高 我們在3月11就公開預告過 3月11號公開預告 2317的紅海 這一次是來真的 是吧 當時就說 紅海的位階其實 本益比才10到11倍 10到11倍要不漲都很難 一路創下16年來 16年來的新高 真的破了2008年來的高點 所以其實說 上禮拜的紅海 相對也是強勢 那紅海強代表什麼 代表市場資金 就是開始在轉移這種 未接低的股票上面 包含像是6213的聯帽 是不是 市場在封台光店 在封台藥 大概只有我堅持是看好聯帽 還記得吧 當時3月8號星期五 3月8號還特別強調 本益比只有14倍 拉回來就是買點 拉回來就是買點 上禮拜又漲停辦 是吧 90塊錢以下買進 全部都賺錢 通通都賺錢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其實說在第二季 的操作邏輯不難 我們就是針對這類型 未接夠低的股票 下去做買進 還有就是第一季沒有漲到的 第二季很多都會開始補漲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我們在今天明天 跟星期三 都會持續針對這類型的股票 下去做佈局 整個第二季全新的投資組合 打電話進來 或是視訊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期貨是上漲了107點 非常的強勢 上禮拜我的美股是沒有開盤 今天還能夠上漲107點 整體格局都算不錯 所以我覺得說 在這個時間 就剛好是利用這幾天 我們提前來布局 屬於第二季的新標股 因為其實你光是看上禮拜你就會知道 第二季漲的一定都是漲第一季沒漲過的 一定都是漲本益比位階低的 所以不知道要買哪些 打電話進來 直接來電 或是去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小老鼠 WE178 來 直接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是台子期 台子期現在是跳空開高上去 現在時間大概是8點50分左右 現在是上漲了100點 如果說以台股來講 預計 以現貨來講 預計也會跟著跳空開高 甚至今天可能會再創下 歷史上的新高 有機會 這部分就會做了留意 那只是說回歸到選股上 我們當然就還是去跳位階低的 就像是說你去看 613的連貌 有沒有 當時我覺得是跟大家強調 銅箔基板三雄裡面 2383的台光電 6274的台藥 論產品線 台光電跟台藥的產品線 是優於連貌 它AI的認證產品是比較多 但是你說623的連貌 它的優勢是什麼 位階夠低嘛 是不是 當時我就跟大家說 連貌在90塊錢以下 本益比只有14倍 那台光電跟台藥 它的位階已經到了 大約是20倍上下 所以 只要說資金 資金要進來銅箔基板 優先一定就是去找連貌 是不是 但是 全台股大概只有我堅持看好連貌 往上拉 就是8.3 所以其實說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一檔股票優勢就在於說 它的位階只要低 朝晚都會這樣漲 包含像鴻海也是 是不是 誰會覺得鴻海會這樣漲 包含像是 4938的合索也是 一路這樣漲上來 所以今天包含像是連貌 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包含像是2454的聯發科 也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我們一直跟大家說 聯發科我看好 不是因為它什麼成分股 940 939成分股 是因為它的位階夠低 以聯發科來講 它本來就是高階的旗艦機種 那它在今年度可以賺到58到60 58到60 就算一直到上禮拜 1200塊錢 聯發科本益比連20倍都不到 那以一檔說 算是說龍頭場 本益比不到20倍 其實真的是非常低 所以聯發科持續看好 那我們這樣來看 有沒有 以週限格局來講 非常的強勢 稍微震盪一下 即將在向上轉強 那如果再看月K 以月K線來講 其實第一季的漲幅沒有到非常的 沒有到非常的大 就是小幅度的上漲 大概是從1000左右 1000漲到1275多 對 差不多 差不多是20%左右 所以像這種股票 第二季它就還有機會 就可以持續去做留意聯發科 那還有說今天比較重要的包含像是 我們上禮拜 一直強調的華漢 有沒有 上禮拜五真的創高 上禮拜五大漲了 上禮拜五大漲到了7%以上 真的創下了 短線上新高 你看喔 以華漢來講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華漢它的本益比不到15倍 又是紅海裡面這麼純的機器人 本益比不到15倍又是純機器人 怎麼可能不會漲 有沒有上禮拜五多漂亮 開低走高 幾乎是收最高376 那因為說今天華漢下午 下午有法說會 那預計啦 預計法說會也會釋出比較正面的訊息 那只是要特別去做留意 因為說 股價稍微有一點提前去反應過了 所以如果說法說會出來 可能會稍微震盪一下 這部分就特別去做留意 華漢 因為以華漢的周線來講 其實也就是剛轉強上去 大概是第二根 這部分就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所以是橫盤整理 這是第一根第二根 第二根長紅K 所以預計說這禮拜的三天 會持續在上漲 那包含像是我們正在上禮拜所講的 2367的耀滑 耀滑也持續去做留意 耀滑他轉機股 重點是轉機股的本益比還不到15倍 這位階就真的是相當低 那我們再切掉周線來看 有沒有周線 月均線即將向上去交叉連線 即將轉強 這部分可以持續做留意 那還有另外一塊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軍工的無人機概念 因為說這個東西就是 他一直到520之前 預計他的熱度跟紙巾 都會一直就是可能說 每一次就來一下 每一次就來一下 這部分是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包含像是 2634的漢翔 漢翔也是持續看好 因為如果說你要說無人機的標案 基本上我覺得漢翔多少 都還是可以瓜分到一點 尤其是你去看 以周K線來講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以整個軍工裡面的無人機系列 周K線都非常漂亮 都是剛剛好底部即將向上轉強 站上月線跟季線 所以像是2634的漢翔 周線格局非常漂亮 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包含像是 2645的長榮航太 這也是 以日線來講剛剛站上了年線 周K線 低檔橫盤整理 即將向上轉強 這部分 都可以去做留意 那還有包含 我們一直跟大家說的 2630的 亞航 亞航也是 因為說以亞航來講 他的技術門檻相對來講 也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亞航 他的數字不錯 整體位階也夠低 周線格局即將向上轉強 這部分也要去做留意 那如果說 再比較題材一點點的 7402的益企 因為說益企跟雷虎 他是合作去做這個 無人機相關的一些 Ethic的射頻元件 Ethic的一些視訊鏡頭 如果說這兩檔合作 那我會去挑益企 益企雖然說也沒有賺很多 但是至少他是有在賺 雷虎就真的是很純的題材股 所以這部分就給大家去做參考 所以我覺得說 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說這禮拜 預計只有三個消息日 成交量跟買盤 一定都會比較清單一點點 那比較清單的時間 我們就來提前佈局 屬於第二季 全新的表股 可能說在這禮拜 一樣會陸續把一些 漲多的持股 獲利出清 那轉進一些 位階又在更低的股票上面 因為說這就是一個 直接的輪動啦 所以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